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首相的特点 这位女士是首相的四指巨龙 无名指跟中指之间的缝隙比较明显 一般的早孕婚姻容易不顺 十指跟无名指基本上是等长的 具有很强的管理和驾驭能力 对人士具有很强的挑战挑剔性 但是他这个洞察力非常的明显 一生不断钱财 长骨突出比较分明 做事有底气干练 不怕苦不怕累 容易迎难而上 长骨突出的人一般 不论男女都是即使遇到困难 也会迎刃而解 就是有那种坚韧不拔的这种毅力 我们来再看一个 这个你看右手的驯功高突 自尊心强 做事有远见 欲珠文的也就是事业线 开端不是很清晰 跟智慧线相交之后 才慢慢的变得清晰 那么清晰直上之后 穿过天文后到达中指 这样一条这个事业线 形成这种M字文 代表先苦后田 早年的事业起伏有波动 这个起色不大 进入32岁之后 事业才有所发展 后运的逐步的慢慢的顺利 M字文一般代表是早年不顺 起色不大 先苦后田 进入中晚年 这个运势慢慢变得强盛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是左手川子掌 早年劳碌 欲珠文清晰直上 形成一马平川的格局 一生钱财不断 事业有成 感情线 它有点分支 在早年的时候 就是婚姻 如果是过早的结婚 是容易有波折 不利于早婚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呢 结婚线有四条 这个并且长短不一 并且有轻微的分叉的现象 这种是容易 婚姻容易不顺 难以早婚的一种特点 我们介绍了两种 不利于早婚的 一个是 感情线的初期 它有分叉 还有就是这个 结婚线过多 并且不平衡 长短不一 所以说 这几种因素啊 都是构成 这个晚婚的格局 好了 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还是天堂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